請各位入座了齁 等一下等一下 今天蠻多新的官圖出現了 我想必應該是明天的 Toy Fair 紐約的玩具展 應該可以看到視頻了吧 所以事前官方有先釋放一波圖片 好 嗨 安安 請大家入座啦 看來之前流出的名單應該是正確的 因為好像在上個禮拜吧 現在看到L級居然有出柯博文 而且是SS系列的 我就在猜說是不是出貨櫃了 果然 但是有些玩法我覺得還蠻特別的齁 包含他這個車頭啊 哎呀 官方正常發揮啊 來 先講一下 這一款是SS第44號的Leader Class 電影的變形金剛第三集 柯博文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知道他 車頭根本沒有改嘛 只是多一個腹肌 這個部分呢 其實官方再出一次也是算絕啦 因為呢 他這個東西是可以拆的啊 基本上把之前收的是 43號 給他做替換就可以啦 基本上這一隻是 你買配件之外 你一定要買個車頭 官方可以這樣的操作 你知道這樣的話呢 L級的價格 原價是2300 我馬上算給大家看 啊 這為什麼官方會這樣的操作啊 來看一下 我直接用小算盤齁 這個 這實在是 因為現在官方他們 會大部分都是從 公司那邊鋪貨嘛 如果說 現在的L級是2300 這是定價喔 減掉 當時的V級玩具 我算1299啦 就是SSD23號 等於 你要車頭就值一千多塊啊 簡單來說他的 啊不 簡單來說應該是 他的配件 是一千多 一千塊 如果他沒有出這車頭的話 我們只要敷一個 多付一千塊 就可以把這個 飛翼包給買回家的意思啊 官方很絕 非常非常的絕 你要多買這個車頭 啊 真是的 啊 買 啊 真香 那 我是覺得啊 他的 載具方面 就真的就是 車頭可以看 啊 應該說車廂可以看啊 車頭之前買過 因為他是直接沿用 SS43號的啊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還是覺得 會收啊 就是官方這種操作 很習慣啊 因為畢竟他 除了這個 環狀武器櫃之外呢 他裡面其實還藏了一個 那個飛翼 啊 就是當時店第三集的飛翼 買 沒辦法 還是買 好 官方這種操作 我也是真的 然後另外的話呢 是 我當時是以為他是異色衝突 但實際上呢 他居然是改模 啊 這一款的話是 甩尾 編號第45號 迪拉斯克拉斯 這款的話可能一些朋友 不知道啊 因為我覺得他 改模的幅度還蠻大 他是從 這個當時的 迪拉斯克拉斯 改過來 腳的部分很明顯啊 那 其實他胸口的部分 改蠻多的啊 這一款的話我蠻推薦的 蠻推薦的 因為 甩尾的部分 除了那種小級別 他出過直升機型態的啊 其實迪拉斯克拉斯還沒有出過 直升機型態 雖然說他是設定上是三面金剛啊 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我覺得改的真的不錯 真心不錯 連載劇的部分都比之前的 法南球還要來得 好看很多啊 這個當時是用那個 眼鏡蛇 直升機 那現在是改成 我不確定是 現實載劇有沒有 以目前官圖來說是黑色配色的 我覺得是有一點不符合啊 如果說是以官方的 當時電影裡面的造型 應該是藍色才對啊 不過這 我是覺得目前這樣 官圖看起來還不錯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而且他改模改的幅度蠻大的 雖然說他的變形應該是沒什麼改 那另外的話呢 是 這是 2020年將會出奇的 大力神的其中一個部分 這個是編號第47號的 Hightower高塔 這一款的話 其實沒什麼人氣啊 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反正我們還是要等到2020年 全部合體之後呢 才有他的事啊 那另外的話是 這是第43號 Vorager Class V級玩具的 KSI Boss 這個也很沒成意 我是推薦你們跳過 因為之前出的氮氣咒絲呢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根本就沒什麼改啊 只是塗裝稍微不一樣而已啊 氮氣咒絲當時 塗裝上是 左肩 有13號 然後一些金色的點綴 那這一次的話呢 如果官圖是這樣的話 我是覺得應該 往好一點的地方想 應該是有上銀漆啊 那實際上 官圖很難講 因為看得出來 他是一整隻是 是直接修片而已 目前 沒有實際的照片 還不確定 這一隻是不是屬於金塗版 那飛機的方面 其實配色也不太一樣 那當然這個部分 還是要等到明天的 紐約 Toy Fair那邊 有食品圖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 是確定會有食品圖在 明天 公佈啊 所以目前的話 官方先推出這個官圖 我是覺得算是預告吧 那另外的話呢 是Siege 微塵系列呢 這一隻我真的是 看到 我真的 快哭啦 這個是 V級玩具的 Sprinter 彈簧 這是屬於三面金剛 很還原 G1電影 啊不是啊 應該是G1 大電影嘛 或是當時的那個 動畫裡面的造型 這隻算是重新設計過 因為這個不是改模 而且非常還原啊 那目前的話呢 他還沒有公佈說 車型的樣子 他只是先公佈 智能機型態 所以可能之後官方還要再補充吧 那另外 剛才也看到了 這是 也是V級的 Thunder Cracker 雷弓 這個其實就是 之後會出的 天王星的 異色 改模 他頭雕有稍微改 他有 他也會跟 Handmaster 不是應該說 Buzz Master 吧 Michael Master 忘記了 不好意思啊 反正他可以連動 那 我覺得這一款還不錯 因為畢竟 天王星的飛雪小隊 本來就是這樣子 連電影都給你 異色重突啦 所以這一款我覺得可以 考慮一下 但是呢 藍色是不是很焦 我就不清楚了 還是要看明天的 視頻圖再說 另外的話 是DELOX CLASS 是 RAID ALLOUT 紅色警戒 這一款 是 當時 威城系列的 橫砲 異色 衝突 這個連改模都沒有 頂多就是武器不一樣欸 是Target Master 是嗎 應該比較大隻啦 反正 維神系列它可以共用 所以倒還好啦 好 這款的話其實就把它當作警車吧 那 這個部分的彩蛋 我是還沒有時間去找啦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大概翻一下 這其實在包裝上面的 那個 賽博塔文字 對應26個英文字母 這邊的話我記得這個是R還是O 我忘記了 反正它這個應該是英文字 英文單字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好 然後剛才看到這個是銀河之力 之前已經公佈過的L級 這是L級的科博文 當然是改模的 從之前的馬格斯改過來 但是這隻的話改模的幅度還蠻大的 我是會買 而且我蠻推薦的 因為它真的是忠於當時的設定 那只是這一款的話 我覺得它的表現上 可能就沒有比 馬格斯好 因為它後面這個部分 背包有 它變形不太一樣 因為你沒看到說 它的前輪是收納在 手的兩側啊 所以它整體這樣看下來 其實它有一些地方是蠻 蠻累贅的 沒有辦法像當時的馬格斯一樣 這個部分是改模後一陣吧 不過這個我還是會收啊 因為畢竟是算新東西 車型方面呢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再來講一下之前 講天火然後漏掉 這個是Siege的第25號 Bront 衝擊 這個其實就跟之前的齒輪差不多了 就是給它拆解下來 然後可以裝在其他角色身上 這個部分 那美版跟日版 目前有一個資訊是說啊 它這個砲管 這個砲管 美版的它是橘色 那日版的它是這樣顏色 日版的它看起來會比較一體性啊 我相信這應該是跟玩具的 那個相關法規啊 差不多 因為那個美國那邊 他們只要有關於槍械的玩具啊 它這個砲口一定都要塗鮮豔的顏色 像是橘色或紅色 那日版的話沒有這樣的規定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美版跟日版 差別是差在這個顏色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玩具展之前官方釋出的一些官圖 目前的話其實我覺得很明朗 可能下一波就這些名單 而且之前的名單也大概有八成 都已經算是有對上 所以那名單應該是對的 應該是正確的 所以呢之後其實還有一些角色呢 我相信應該也會陸陸續續公佈啊 就在明天的時候 應該還會有一波新的資訊會出來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再關注一下 好了我看一下留言啊 今天其實也只是官圖而已 也沒什麼好講了 因為還是要等到明天的Toy Fair 在紐約那邊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關注一下他們的官網 或者說你剛好人在那邊 也可以去那邊朝聖一下 嗯還沒買SS32的可以跳過啊 還沒買還沒買啊 對32是可以跳啦 不過我覺得現在應該不太可能 有人32沒買吧 因為大部分的都是跟天火合併一起買 被官方騙一波 不過呢我覺得買下來也好啦 買下來也好啦 因為說真的你跟天火合體完之後 說真的懶得拆 那就不如就這樣擺設嘛 因為說真的這一款 克布文的模具說真的是很不錯啊 我覺得是很不錯啊 你收第二支我覺得不為過 那上面的話呢其實還是有一些小改的部分 只是我覺得改的很沒誠意就知道 這個部分還是要看你們玩家自己評估 當然我覺得可能SS32會甩賣一波吧 所以最近如果說想要購入32的朋友呢 可能可以去拍賣網上看一下有沒有便宜可以撿 這一款的話我相信應該會跌到 跌到700左右吧 雖然說他的模式不錯啊 但是深不逢死啊 誰知道是官方 就是商人 這個我也沒有辦法 那當然這一款的話呢應該是 有機會 變金剛第三級裡面的角色應該都會出 所以這有沒有可能之後的玉天至尊 Sentinel Prime 有沒有機會出現呢 我覺得還蠻有可能的 因為看SS系列這樣一直出 出到後面已經到第三級了嘛 連油怪密卡通都出來了 所以玉天至尊不出 真的是說不過去啊 好啦 還有什麼問題嗎 這支克布文車頭火焰文有沒有改 目前是官網的修圖 這是官圖的部分 還不確定 還是要看明天的食品圖 判斷 我覺得火焰文有沒有到還好啦 如果說他們這個再版 有可能會 改良沒有 應該是會改良 那 可是這不確定 因為畢竟是官方 另外出的一款組合包 把V級當作L級賣 這個我也是 一開始就猜到 沒想到他真的這麼幹 所以呢 這一款我覺得還是 讓大家考慮一下吧 哈哈 因為畢竟早買就早享送啊 這一款的話我是 蠻推薦的啦 我真的還真心推 因為畢竟他的魔 很有趣 再加上說又還原第三級的這個武器庫 而且你要知道這武器庫 又可以跟其他角色合併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 其實收的價值會比天火還要來得高 基本上我是推薦兩款都收 不過這是L級的價格啊 所以 含累吞吧 2300欸 如果是原價的話 嗯 嗨套的官圖看起來好像變一半 他設定上就是這樣子啊 沒錯啊 他並不是人型的喔 所以 大家就是 這一款是買來湊的啦 我覺得這一款不用急著收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等合體嘛 所以他等到明年 你再把嗨套買下來 而且這一款是真的沒什麼人氣啊 而且在電影裡面也沒什麼鏡頭 所以 我覺得官方出這一台 純粹就是補坑啊 就是補這個 他的 大力神的左手 左手臂啊 還沒到手腕 所以這一款其實 就是 嘖 想買的人就先買 我個人是會推向 會傾向先跳啊 等那個大力神全部出奇之後 你們再一起買 會比較 爽 哈哈 對阿一次買會比較好 說真的 好 Overworld變形 目前還不清楚 因為官方這樣出的話 其實 我覺得是2019年 會把前部分 前部分的 工程金剛出奇 但是呢 重點還是2020 那個主區幹的部分 他們要公佈啊 目前沒這個資訊 所以 工程金剛我覺得大家看看就好 當然這一次我覺得戲局還是亮點啊 那SS系列的話 因為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重突 改模 當然是改的有新意啊 所以這一款系列我覺得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那最主要還是戲局系列 還是 我覺得是官方主打的這個系列 應該是蠻值得的 所以大家可以再考慮一下 好啦差不多了 那其實今天的資訊應該是 就是 明天還有一波 食品圖 應該就是這一些 中斷啊 不好意思 好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大家可以再關注一下 好應該回來了吧 不好意思啊 剛才中斷 OK 好不知道看到官方 騎士科的新魔那一天 官方目前 沒這個資訊啊 我覺得以這樣出下來 有機會是出到 騎士科博文 官方的騎士科博文會新的 不過 我覺得目前第三方表現還不錯啊 大家可以等那個 今年會出的 U.T騎士科博文 跟今年六月會出 Toy World的騎士科博文 都是非常值得搜的一款 第三方玩具啊 那當然官方什麼時候出不清楚 所以呢 這個部分還是要等之後 有沒有新的 消息出現 OK 那我這邊口的部分 再麻煩大家留言補充一下 那最主要還是明天 我再看有沒有 釋出的照片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地下街有賣便經了嗎 有啊 台北地下街有 那至於台北地下街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在台北車站的 那個市民大道底下 有一些人不太清楚 特別是南部的朋友 去朝聖的話 台北地下街是有便經營的 但我推薦你們是 玩具街多逛一下 比一下價格 因為他價差有時候會差在 50塊左右吧 那基本上都統一啦 所以 你最主要還是要看有沒有新品 那如果地下街沒有新品的話 代表說其實台北市還沒有進貨的意思 因為地下街通常都會比較快 那 剩下的部分是還好啦 V科估計亂入SS 可能吧 如果照官方這樣出 OK 圍城的部分應該就是針對G1的吧 所以有一些角色我覺得還蠻好拆的 OK好 剩下的部分呢 就看官方有沒有消息了吧 玩具翻樓城搜原價 我也是搜原價的啊 沒辦法啦 OK 以上 那還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再麻煩大家留言一下 怎麼後面好像有點不太穩 一直斷 OK 那今天先這樣子 祝各位晚安的喔 掰掰